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这个盆子的话下面先在这里用了这个淘土粒垫底 再的话我们选用的土是这种普通的原土 泥碳土 珍珠盐3比1比1混合 到时候在下面放一层积肥就可以了 这个对这个球形的处理的话 我们先是把上面的叶片都给它剪掉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那个减少它的蒸腾作用 大家最好的话这个根性很发达 我们今天就不怕多军林了 因为这个根性很发达而且几乎没有受损 因为我已经把老根给修剪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觉得有腐烂的或者那种枯萎的根 大家可以把它修剪掉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 我们先把这个泥土给它过匀 好过匀之后往底下先放一层 放薄薄一层之后我们先往里面加这个鸡肥 这样子的话等它根性触到的时候就能接触到 好放完鸡肥我们继续往里面放泥土 放盆土放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把这个球形放进去感受一下 但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想把整个球都埋进去的话 这有利于保护这个球形有利于这个球的生长 如果你只埋一半的话可以有利于先开花 大家可以两者选其我的话是想它先开花 所以我们就买到这里就可以了 感受一下它的高度 稍微有点高了 我们可以把自己冲动啊 把我们的根先放下 因为这个根性非常的发达 放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想不能伤到它的根性 好放好了之后我们再往里面放泥土 我们放好泥土的话需要浇一次透水啊 然后在之后浇水的话就要注意了 也是不干不浇的原则啊 浇折浇透 这植物的生命力还是很完整的 大家注意 平常的话我们放好的话就把它先把它抬一口 它把它放在阴凉处先让它试一下 买个根 这样子的话也有利于它这个后期的生长 然后切记啊 它虽然喜欢阳光 但是切记阳光暴晒 千万不能让那个阳光暴晒它 暴晒的话 把它给它提起 它这个叶片啊 很容易被晒 好下锅我们把它压实 压实的话 然后浇一次透水 透水的定义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把它一次浇 浇底部有这个水渗出来为浇 那就是透水温 浇完浇透水 我们可以把这个底下这个移出来为止 一次透水浇完之后 下次浇水的时候 记得啊 千万不要喷到上面这个 因为它现在是有切口 切口的话 不然会容易感染啊 好 我们现在已经是有水滴出来 就证明它已经浇透了 好了 关于这盆花的摘种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赶紧转发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